Hot Dog 热狗 对战老将 名将 日本Sako 早年间号称日本2D格斗之神嘛 对不对 神之手Sako 他今天已经45岁高龄了 新加坡 现在时间是2024年10月18日 这两大BOSS角色展开一场对决 注定是血雨性风了 朋友们 比赛开始了 这比赛是淘汰赛 输的一方掉败者 继续来看现在的对决 左边是香港热狗的将军维加 这一战又灭Sako的猴鬼 投机之后再投机 现在Sako被关特索 出不来了吗 Sako 你看到维加这个血量 伤害多高 报告了伤害 猴鬼没了 第一灯以香港热狗 青州拿捏了Sako 开启 好了 比特贵的是强二局 谁输了谁就下去了 这个皮肤 我个人觉得不太好看 远不如原始经典皮肤好看 哇 这套爆高的伤害 真的是要弄死猴鬼了 大家看这伤害 我搞破的 我的发 破费的Sako被打了个十五连一套死 天呐 香港选手 真就逼 给他点个赞 朋友们给香港 还得到个热狗 点个赞 好吧 太爽了吧 好 猴鬼本身呢 防御力就比 这大多数 绝对要低的 所以说呢 碰上这么一个高爆发的将军的连招输出 那真的是 伤上加伤 腾上加腾 现在脚偷袭 那现在 日本Sako 只有招架之力了吗 赌了个欧迪圣龙 确返 好 哇靠 欧迪 杜龙端 是可以对空的 朋友们 完了 看来 第一分 要被 热狗拿下了 再一点了 不会这么快吧 这么快就结束战斗了 在不到三分钟 就打 拿到赛点了 想搞热狗 加油 热狗 热狗也是 急效 成绩来证明自己啊 他从街霸四时代就出名了吗 一直回在街霸舞台上 将军是空中可以变责的 同样豪鬼也是 空中可以变招 板边压制 去晃一招 来 打 打 哎呦 刚刚如在板边可以追加一次的 三气的维加 二两脚 二剪的脚出席 同时三气 体力很接近了 到了斩杀线了 这一刀 豪鬼能不能顶得住 撒扣 撒扣 没想到腾静的二D哥楼之神真的是连坡老矣了 下中角摸到就是死啊这套 两七十八拿到了第一灯 大口终于亮灯了 不容易啊 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 现在下中拳摸到了之后 直接绿松球再次抢头 防防再次换边 我蹦发 三气超撒 那么现在香港 热口 爆杀 日本名将 神之手 发口 连坡老矣了 喜欢接八六小伙伴 点击关注 不迷路 讨论 左边日本的嘎吱坤 右边是香港的女神 软坡 我们现在是2024年10月19号 北京时间 下午十二点半 中午十二点半 正在新加坡举办了 卡通贝 全球锦标赛 这是一场白金赛事 左边日本嘎吱坤 右边是香港的小将 软普路 于神 拉西德来打鼓励 卡通账 打RUNPRO 我觉得 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怕到拉西德 在RUNPRO的鼓励面前 真的是 非常具有压找性的优势 加油 女神这边的话 要开始发现自己的新的一轮反击了 起来很关键 但是 卡通的防守水破不尽了 来了 现在是 鼓勒的优势局 这一波 压制 成功地打了 瓦斯布九个的体力 背后一圈 两球六轮方开起来 这是一个 折了 对于鼓勒来说 最危险的时刻到了 你看 好 在这里下端 清拳两段之后 确认小手脚刀 再次刷起的头计被拆掉 香港RUNPRO 第二轮局开始 直接带上翻转器 这一波打完之后 是一个很关键的起身者 怎么打 对面体力已经变成黄血了 赶石克文没想到 香港小叫调整了如此的迅捷 那么现在开始版面压制 拉西德 还想做插盒 哦 鼓勒对防守反击战术 还是贯彻必要到位的 那现在体力上 很接近 这是一个 关键的 完了 没了 比赛规则是抢二局啊 抢二局 输了去败得 这一波进攻对于 鼓勒来说 急了急了 他以为地方要发波的 他以为地方要发波的 拉西德开攻 一直是没有打出来 一直被鼓勒牵制住了 节奏 那现在鼓勒安定了 这个距离 下段被摸奖了 现在拉西德发起了 压制逆向 可惜 阮普勒判得非常 好的 撒合 来了 拉西德灵魂的进攻套路 里程中短压制 那现在还有派生 警方反身头 现在成功换边 轮到鼓勒开始打反击了 鼓勒手上 哎呦 坏了 这三气 没了 加油吧 任不 不是说 不应有可能啊 毕竟手上还有三颗气的资源在 堵了个奥迪脚刀 可惜 三龙不中 后果很严重 又被推满 关厕所了 一个安定的行程头 堵了一个 三气 堵对了 对面 斗气 还剩下 不到两个 可惜啊 又来了个生死则 龙剑锋又来了 这是一个 哇 我靠 他怎么自己碰上去了 后面还有派生啊 结果 原破肉被二比零 听取拿下 streetfighter6 是 谢谢大家